可是我覺得染髮真的要是 盛藏的髮色啦 因為就是像我剛剛有講 我對我自己的就是親朋好友 就是好的或是我的家人 我講話是真的比較不會留情的 像我自己的妹妹 她就是頭髮就是 有一次要去染頭髮 可是她頭髮一定是 有點急腰的那一種 然後有一陣子好像是流行 那種上面是黑的 一定要是黑髮 然後下面漸層 可能慢慢漸層成金色 或是什麼其他顏色這樣 那個是褪色的吧 對 可是我那時候 我一回家看到 她是染了一個大概那種綠吧 就是那個 後面那個螢光條的那種綠色 然後我妹她又喜歡化妝 就是擦得很白 然後只有眼線這樣 然後她的衣服呢 衣櫃打開來 又都只有黑色的衣服 然後又長裙這樣 然後那一天她又做了指甲 又做那種超長黑色的 我回到家一打開來看說 你是鬼喔 我說你怎麼好像那個巫婆啊 我說你長這樣超醜的 然後她停頓了一下 她看了我之後她就突然 很生氣喔 而且她就說 很生氣就是說 你知道我長那個頭髮花了多少錢嗎 我存了很久的錢耶 你怎麼這樣講話啊 然後我就說 好 我不是故意的 她說那你覺得我比較瘦嗎 現在 我說沒有啊 你還是看起來很胖啊 我背天真的有氣到直接進房間 然後摔門 她那一整天都不跟我講話 可是因為我覺得 我是她姐姐 我必須得提醒她一些就是 她可能自我感覺良好 或是覺得並不是 她自己覺得跟自己家人講 她就不需要掩飾 對啊 我覺得這是很正常的 可是她們就會被 就是會氣我氣很久 或者是有時候我覺得 對不對 她已經知道自己 假設她知道自己染失敗了 然後在你又講 心中已經有懷疑自己生失敗了 她覺得要進去 感覺滿開心的 她已經很傷心 她又再刺人一下 對 大家請投票 馬上第二位了 可是我覺得 簡面來說 就是應該直接一點 不然是 我不來提醒她 我覺得越輕的人講話要越注意 越小心 對 真的 真的喔 我還是投給夏宇 好吧 看看 我今天怎麼回事 你看 妳是怎麼投票的 因為妳是很真心的在商店 妳有被毒蛇過嗎 我有啊 一定都會有 就是 畢竟我嘴巴這麼壞吧 沒有 就是我們平常在 夯檔可能 一兩天或是兩三天 沒辦法回家 甚至一天可能只有 睡兩三個小時 那那時候的狀態 就會比較差一點 然後就是我們演員 舒嬅時間也會安排好 比如說我先發 八點去舒嬅 那下一批的演員 可能是九點這樣 那我就去舒嬅 然後全部都舒嬅完了 然後下一批的演員也來了 然後我就正要出 化妝間的時候 然後那個演員朋友看到我就說 宇賀 妳用好了嗎 妳還沒用好吧 妳要不要先去補妝 還是先給妳用沒關係 我就說 我剛用好啊 然後又說 那妳要不去遮厚一點 現在看起來很像熊貓妝 我聽到之後我整個傻眼 我想說我剛才坐在那邊 坐了一個多小時耶 我化妝然後這樣打扮自己 然後用了這麼久 然後現在聽到人家這樣評價我 自己也是覺得蠻受傷的 也是會受傷的 然後所以我就想說 我不能再這樣下去啦 我要想辦法讓自己的汽車 看起來好一點 那我最近呢 就是常用了一個小法寶 就是 三合一的氣墊粉餅 對 它就像我的移動式化妝間 它一顆呢就可以搞定隔離 粉底 遮瑕 腮紅和唇膏 怎麼可能 腮紅和唇膏 沒錯 腮紅耶 我們來看一下 正常的氣墊粉餅 大家也不會覺得 就是有什麼特別嘛 對 但它其實有一個 很厲害的小機關 大家看一下 它有智慧旋轉式的 雙層科技 它裡面還有一種 另外一唇 另外一面 那它翻過來這是什麼呢 這個是 遮瑕霜 還有唇頰霜 這真的好方便喔 所以很厲害 它一顆就可以抵掉 你化妝包裡面平平光光 真的 你看我之前出門 可能都需要帶 這麼大的一個化妝包 正常 但只需要這一顆 只需要這一顆 我就可以完妝了 現在就來示範給大家看看 好 好了 我現在已經卸好 我的底妝了 現在就來示範給大家看 對 給我三分鐘魔術上妝 給大家看 魔術 沒錯 它這個氣墊的部分呢 就已經有基礎的防曬係數 有SPF35 而且呢 它裡面有那個 滿滿的保養精華 你在拍肌膚的同時啊 就把精華液一起拍進了肌膚裡面 然後它有來自那個 阿爾卑斯山高山海拔的那個 雪蓉花還有光果甘草萃取 可以提亮我們的膚色 目前只卸一半而已嘛 對 我只卸了一半 真的 妳現在擦的那一半比較好看 氣色 有毒神 有毒神 而且它是輕油性的粉體 它可以做到 好像時間不脫妝和泛油光 你看它裡面有保養瓶 你看它整個在發亮耶 真的 你看一邊很黑暗 你看一邊很黑 一邊很黑 一邊很黑 對啊 你看一邊真的比較黑 它的那個成分就可以提亮 和那個光澤感 你們看 而且它不會死吧 我現在上完半邊臉的樣子 有差 有 有差 對不對 就不會覺得 好像很死吧 或是有什麼色差 你髮令我那邊擦 脫量感也很好 一邊白雪公主 一邊巫婆這樣 有提亮耶 是不是真的有 而且沒有什麼色差對不對 感覺好像是自己的皮膚發光 對 那你現在把它翻過去 用遮瑕跟那個 好 這個是它的遮瑕霜 那它的質地是比較水潤感的 像這樣 比較這種水潤感的 然後它裡面的防曬係數又更高 它有SPF50 遮瑕也有防曬 對 它除了可以遮到一些小瑕疵以外 我覺得它提亮的效果也很好 它可以試在那個眼 就是眼周或是鼻子旁邊 你看它連黑眼圈都可以 就是遮掉一點這樣 完全不見耶 你會覺得它皮膚好細嫩 這樣感覺 真的有差 我現在看哪一條線 這邊是黑的 然後這邊是超亮的 我剛剛講的一邊白雪公圳 一邊巫婆 對啊 一邊黑黑的 沒有到巫婆啦 接下來我要講這個唇頰霜 我真的覺得它很方便 就是真的很好用 因為它這樣子就可以當作腮紅 和唇膏使用 但你不要看它顏色好像很顯眼 對啊 它其實用出來是 很自然的莓果色 就可以有那種紅潤的 好氣色的感覺 好自然喔 這個紅 因為它看起來好像就是跟它 視覺上的顏色差滿多的 對 沒有那麼好 很清淡的 清唇紅 對啊 而且它是不是比較水潤 因為我覺得它擦起來滿滋潤的 對 它就像護唇膏的那種質地 它就是滑滑的 不會很難推這樣 可以耶 而且平常保養品那麼多 我覺得這樣子很方便 它就解決至少三樣 對 它真的是可以很厲害的快速補充 你看我們現在口紅上了 也不會覺得很 很棒 很自然 這帶出國超方便 而且它裡面有很厲害的地方是 它是它有品牌獨家的微真科技 它是比我們的髮絲千分之一 還要細小的分子 它可以讓那個精華液 直接透到我們的肌膚裡面 我們在上妝的同時 就可以吸收所有的保養成分在裡面 難怪我現在距離 我們大概有五公尺 等一下 我看妳的皮膚 真的是它剛擦下去了 真的是非常粉嫩 有 真的有擦對不對 擦那個你覺得有滋潤嗎 我覺得滿滋潤 有點像護唇膏的那個油油的 而且因為它有保養成分在裡面 所以它完妝感之後的水潤感更明顯 沒錯 我告訴你們 現在只要有這一顆這個輕巧 又精緻的三合一氣墊粉餅 我就不怕人家那個說我氣色 常要被那些毒蛇的人打 好 網上還有哪一些 沒被揭曉的名稱 我們請幼雲公布一下 好 接下來的排行榜上第四名 對有些人來講真的是禁忌 就是投資賺了一點小錢 結果朋友卻說 小心賠更多的賺 百分之13.1 最後排行榜上的第二名就是 朋友交到新對象 然後明明就是不錯 然後說不好就算了 還說一定會出軌 這占的百分之25.8 好啦 不過在毒蛇派這邊的網友 也說不是 我們真的是在說實話 因為他就有一個朋友 在網路上抽獎 抽到了那個韓國的機票 聽起來很棒 那個朋友就當然很開心地分享 結果這網友就覺得說 不會吧 這看起來就很像是詐騙 那當然他朋友就很像 就是說你每次都在那邊 潑人家冷水 好啦 果不其然 最後真的是詐騙訊息 好啦 就當你想要得到一些 鼓勵或安慰的時候 這些毒蛇大王的 所謂的貼心的實話 或貼心的叮嚀 是不是也會讓你覺得 被潑人水呢 皓如是不是也很常的 貼心的毒蛇 貼心的潑人家冷水 對 就我後來 那我年輕不懂事 我現在知道有時候要看 但我有時候是真的很想知道 他為什麼會去做一些 反其道而行的事 比如說朋友立處 新家 然後你一進去看 他可能 他可能那個新家也才2000萬左右 他裝潢就花了600萬 那可能22坪的房子 因為本來就小 然後一家四口 他因為要擴大它 所以他特別去買那種小挑高 然後他就全部都弄成夾層 利用空間開玩笑 對 他就說你看 你們來看 我家現在本來22坪 現在都快30坪了 上面都有很多可用的空間 你看從客廳開始 到每一個房間全部都夾層 那想當然它的裝潢費也很高 那你知道這跟我們的觀念 就有點不一樣 因為裝潢費那是假花的 就是你這個裝潢費賺得回來嗎 你的這個房子這麼小 然後還有那個夾層 以後你脫手好脫嗎 那還有小孩子的房間 也是做這樣夾層 他下面弄書桌嘛 上面那個夾層 就是放一個墊子給他睡覺 所以小孩子爬樓梯上去之後 是要彎腰睡覺 那所以我就用我的疑問 我就想說 你們以後男生都會抽高抽很快 他現在小三好了 他可能到小五就160公分了 你那個上面 不可能到160公分嘛 我說那這樣小孩會長不高啊 那這樣怎麼辦 很憋 然後他也就沒有講話 他就會說那到時候再看 我也沒講 然後又逛... 他們主臥室 他主臥室也做夾層 那主臥室那個夾層 他自己的衣服 就放在下面的大衣櫃 女主人的 男主人他就把他老公的衣服 弄一個那種伸縮矮竿 放在夾層上裡 那他老公如果要換衣服的時候 都要坐著穿 坐著穿 也是沒辦法站直 沒辦法站直 然後也照不到全身 因為這樣彎... 彎一下 到一樓衣櫃 老公才照到全身 然後我就去...我就說 那你...我就看到他老公 我覺得很可憐 一個大男人一百八十公分 換衣服的空間都站不起來 然後我就說 你這樣子你老公很可憐 他說還好 我老公沒講什麼 我說那你這樣不會覺得 很不尊重他嗎 我覺得很不尊重老公 你老公不會生氣 你的夫妻感情會有問題 他到底不高興 他會不會覺得你寬太寬了 我們這樣... 我覺得他會 他一定會覺得 關你什麼事 你是住海邊的 我這六百萬不是花你的錢 我們家的空間 就是你來... 我們是禮儲 大家高高興興就好 你在那邊一直想 但我真的只是覺得 是顛覆了我有點買房子的 這種花錢的這種概念 跟全家使用空... 可能我自己不覺得... 我自己覺得人家不覺得 那我自己也是滿白目的 就後來我跟你講 果不其然 還被我真的說中了 他們家真的覺得很不實用 三年內就把那間房子換了 又去買了另外一間 買了平面的比較大 那後來那間有邀請你去嗎 有 他有邀請我去 還是有 因為他邀請我去 是要特別跟我講說 你看我們現在三十坪 空間很寬 然後我就說 那所以你三年內轉手 你上一間不是被磕睡磕殘了 你又沒說過 你又沒說過 你這愚公愚私 你對投資的概念 你對拿錢 這個都不是一個很好的理財方式 不過說真的也關我屁事 對啊 裝潢六百萬這你不懂 但也是他可能就不知道 就是想說反正要住了 他就給他裝潢舒服對不對 那是因為他自己的問題造成了 那為什麼他三年之內 把房子脫走 是因為你 對 這一直心裡有他講的那個話 可是你看這樣子就印證說 其實我的投資 我買房的觀念是正確的 然後後來他們家就無聲無息 我們就大概失聯了這樣一年 沒有找我 但我每次都看到他限動 請好多朋友去家裡玩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說 你看 他都不找我們了吧 然後我老公就說 是不找你 太煩了 好玩笑 不過宇盒也是這個 完全剛剛上版的第二個 交到新對象不被看好 又說一定會出軌 不是 因為就是 哪你會講這個話 其實我真的也只是好心提醒 因為這閨蜜那時候有一陣子 就是跟男朋友的關係比較 沒有那麼的密切 比較沒有那麼的好這樣子 然後他就心情不好 想說找我們兩三個閨蜜 然後一起來陪他聊聊天 然後安慰一下他 鼓勵一下 然後他就是自己很悶這樣 然後我就陪他聊天 有時候比如說聊了蠻久的 我就想說滑一下手機嘛 做一下這些事情 然後就滑滑滑就看到 那個唐巧老師就是有時候 不會分析一些星座的 這個月運勢或什麼的 我就滑滑滑 剛好看到他男朋友的星座 我還記得好像天秤吧 然後就想像說那個月 天秤座會有爛桃花出現 然後甚至可能會有介入 就是可能會有第三者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小心感情這個部分 我看了之後就趕快跟我們朋友講說 那個唐巧老師說那個手機怎麼 可能會有那個爛桃花 可能還有第三者 然後說分手怎麼辦 然後他就突然站起來 然後在含著淚是 很生氣的罵我說 你怎麼會講這種話 我跟我男朋友現在只是剛好 處在一個比較平靜的時候而已 就沒有真的有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現在在唱 所以我說就是 他有可能會外面有人睡 才沒辦法跟我出去玩零食取消 或是有時候晚上找不到人 他要騙我說他在睡覺 你現在是這個意思嗎 你現在是在唱 所以我說會分手嗎 然後我就拿著手機我就覺得 我其實只是剛看到 然後想說 就要好心提醒你一下 就萬一如果if真的有些什麼的話 我覺得至少我有盡到 提醒的責任這樣 這不是好心提醒自己 這是在製造恐懼給他 對啊 反正你就 投票 對 我還是 我不變 雖然你在陳述越事實 但是真的一直在追著人家打 是喔 但我真的是沒有講謊話 對啦 偶爾說說謊好不好 對啊 要學要學 我會覺得皓如姐的講話出來 會比較傷人 你會讓跟我交朋友很害怕對不對 對 我會很害怕 可是我覺得她的那個初衷都是好 初衷是好的 對啊 但是她講出來的話 我會聽了會很難過 對 對啊 小禮盒前面兩個故事 講出來的才能過 對 我現在很小 我還在學習 你在修行 就是更圓融不足 因為她可能比較年輕 我會原諒她 好啦 恭喜兩位今天都平票 今天都是獨舌大王好嗎 我們今天有準備小禮物 有小禮物那麼好 要送什麼 可以想要戴皇冠 我們有一個 沒有嗎 你的顏色的表現 你好 很大一點 其實我們也很想得到這個 獨舌獨舌 對啊 獨舌獨舌 其實要提醒大家 我有獨舌開開玩笑 我覺得炒熱氣氛拉緊感情 這也很好 但是就是 我聽過一句話說 你常常不希望人家好 人家沒有不好 但你鐵定可能也慢慢變得不好 但你又一直希望人家好 別人未必會好 但是你一定會 慢慢的變好 就是我們心存美好 心存三年 不要亂講話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上我們的粉絲團 按讚 留言 投票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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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圖 今晚開戰吧 讓你永遠選在邊 今晚開戰吧 讓你總是被成戰 新時代互動式綜藝節目 快快來訂閱 按下小鈴鐺喔 讓我 小鈴鐺喔